在1970年 有一個電視節目啟播 改變了無數人對信仰的看法 權能時間 這是夜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要高興、歡喜 特別播放蕭律柏博士的時工 教導新一代 透過神的愛 你的傷痕 能夠轉化成聖光 這個意念就開始了當時 最受歡迎的例子電視節目 今天,權能時間繼續使命 以新的聲音啟蒂新一代 當你想靠神 沒什麼能阻礙你 蕭偉柏牧師要鼓勵你 他的信息能夠讓你人生有新的視野 無論你的情況是怎樣 面對什麼障礙 這一小事是你的權能時間 各位朋友早晨 歡迎收看權能時間 以及你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的節目是相遇廣播 除了英文原聲之外 如果你的電視機是有禮音設備 你就能夠以廣東話收睇權能時間 在聖經二窟所書第四章第二至三節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二為一的心 今天 我所說的信息是 以別人密切聯繫 偉柏牧師提醒我們 與別人密切聯繫 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徑 使我們與神聯繫 生命中各样的事情变得重要 是当我们跟家人和朋友一起的时候 作为基督徒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会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 以及引领我们活出德性的人生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节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世上一切的物质 好像奖项 房屋 金钱 以及工作 没有一样是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同神 家人和朋友密切联系 我们不能孤独生活 需要群体生活 所以主耶稣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 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我们需要知道 和我们生活的人和我们身边的人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让忙碌和忧虑 侵入我们与人的关系里面 腾出时间 和他们相处 和他们相交 和我们分享乐趣 打电话和短信给他们 这些健康的关系 是会帮助我们变得成熟 会令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进心 以至我们能够有更远大的梦想 和更大的生命异象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意唤一的心 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 要高兴欢喜 早晨 欢迎 欢迎 欢迎教会的家人 我们很开心 你来到这里 你今天来到 并不是偶然的 你这一刻在这里收看 或者收听我们 都不是偶然的 因为主今天要向你说话 请转身和身边的朋友握手说 神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很高兴 你今天来到 我想特别欢迎 高师傅和高素山 他们是夫妇二重唱 今天令我们进入崇拜 很高兴你们今天来到 可否用掌声多谢他们 哇 我们很高兴你今天也来到 相信今天 你无论 拿着任何的重甘来到教会 神会关顾的 即使是很少的事 使你煩厌 糾纏着你 你想说 哦 神会关心小事的 祂会的 祂是你的爸爸 祂爱你 祂是美善的 祂是唯一美善的 祂所作的一切 祂支持你 今天我们要激励自己的信心 去依靠耶稣基督 那一箱强壮的备绑 相信祂能够背负我们 已经独自承担了很久的重担 祂要使你如释重负 所以以天父奉耶稣性命 我们将这些重担交托给祂 感谢祂爱我们 祂关心我们正经历的事 神我们相信 离开这里的时候 会得着新的异象 我为每位在互联网或电视 收睇的人讨告 愿祂有恩慈 祝福 突破 奉耶稣性命 在这里的人 同样地 神愿祂打开天上窗户 慶福给他们 以至无处可容 我们爱祢 奉耶稣性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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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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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rus